每位小朋友性格都不同 在學習上的發展亦都不會一樣 家長除了透過日常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 來推斷他們的喜好 還可以有什麼方法判斷他們餘生俱來的特質呢? 有公司就提供個人化基因測試 透過檢測小朋友16項天賦和健康特質 包括語言、音樂、壓力和焦慮處理等能力 母語對他們智商發展的反應 以及近視風險等等 從科學法的角度 協助家長更準確地配入子女 例如有些小朋友 可能他們檢查之後 發覺他們的聽覺特別靈敏 他們可以在音樂方面發展多些 又或者他們的記性特別好 會可以在數理化或者語言方面發展得好些 給了一個科學法指引他們 與其是要他們關注一男子的活動 到時又辛苦了小朋友又辛苦了自己 亦都令到小朋友未必會喜歡這麼繁忙的生活 令到他們可能得不其所 他們以香港作為基地 收集顧客的退役樣本之後 會在科學園的化驗室進行DNA測罪比對 個人化的基因測試 其實在外國都開始流行 但在香港就未普及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想做的話 就要寄個相片去外國 很多時候就會有污染風險 亦都在外國的基因測試 他們的data base 未必那麼適合我們的華人 舉例近視風險方面 其實在白人裏面是比較少的 但在我們華人就會比較多 以往做基因測試 需要到醫院或診所 但隨著技術越催成熟 測試亦都打破地域界限 顧客可以自行抽取樣本 整個過程都不需要露面 我們就會將DNA收集套裝 直接寄到他們家 他們拿到套裝之後 在研發棒就可以在口腔收集套 然後再傳輸入一張DNA卡 那張卡就寄回給我們 四至六個星期之後 公司就會將有關結果和分析 電郵給顧客 他們亦有提供皮膚基因測試 希望協助顧客選購適合自己的護膚和化妝產品 我們發覺市面上很多護膚品 都是採取一刀切的方法賣給顧客 他們都不會兼顧到 每個人的皮膚其實都有他們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皮膚的DNA測試 針對七大皮膚的問題 例如有皺紋的會不會容易產生 色斑會不會容易產生 以及骨膠溶那方面的質素 前捕薩從事相關研究多年 他認為未來DNA的應用 將會更加廣泛 我們都試到幾年後 你去找醫生去做一個身體檢查 除了拿你的驗血報告之外 還要拿你的DNA報告 給他一起看作資訊 從而去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自己的基因健康 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改變自己的飲食 去優化自己的健康 DNA是一組個人密碼 尋藏著大量有用的資訊 甚至可以幫助人類 預防性癒治療 基因一般可以用於診症 親子鑑定和預防疾病上 近年有臨床試驗 嘗試在人體內編輯基因 希望可以糾正康德士綜合症的基因錯誤 導絕這種不治之症 研究人員在患者體內 注入一種名為新子的蛋白質 在切割他們的DNA後 注入已經合成良好的基因 希望藉此永久改寫DNA 45歲的布里安是其中一位參加者 去年11月開始進行試驗 他和另一名患者注射低劑量的新子 不過初步結果顯示 體內有害糖含量未有改變 相反兩位注射中劑量的患者 有害糖含量在四個月之後 降低了最多五成一 而注射高劑量的兩位患者 就需要再觀察多一會 在未來六個月 部分患者不再進行每周治療 而觀察他們的身體 能否自行製造足夠的梅 布里安希望基因編輯能夠成功 我認識了很多人 死亡的年輕人 在年輕人 我其實很幸運 我希望藉此療療療療 會反映的返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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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我希望藍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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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